那我们开始今天上午最后一场talk吧 现在快到饭点了 大家人也比较少了 我也尽量讲得稍微快一点 各位老师 各位专家 大家众好 今天我talk的内容是 如何利用QVA级和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 来加速多机器人调度系统的开发和运维的过程 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张恒 然后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目前是在华为云机器人团队担任高级工程师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包含多机协同系统 然后人机交互以及云边端一体化等 今天汇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介绍一下移动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以及大规模部署所面临的一些痛点 那么随后我们会从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 以及云延伸技术两个维度 来去加速多机器人调度系统的开发和运维 那么最后我们会以多厂商易购机器人的 柔性仓储场景作为一个实际的案例牵引 来阐述我们这套方案的价值和优势 移动机器人领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AGV和AMR 其中AGV就是自动导引车 也就是说装备有电磁学或者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 然后能够沿着规定路径行驶的机器 那么它同时具有安全保护 以及各种移载功能的一个运输车 那么目前AGV已经在这个自动化物流运输系统 以及柔性生产系统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那么另外一个概念就是AMR 它的翻译过来就是自主移动机器人 那么相比于AGV它是有一定的环境理解能力 然后能够在环境中进行一些独立自主的运动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AMR可以认为是AGV后续的一个进化方向 那么虽然说定义上是这样写 但是现在其实出于安全考虑 其实AMR的某些自主特性 在工厂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自主绕帐 那么目前在工业应用中 当机器人遇到一些障碍物的时候 其实还是优先采取减速停止 而不是说主动绕过去 那么另外工厂中的移动机器人 往往都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 而且调度系统一般都是中心式的 所以说系统的智能性更多的是体现在中心侧 那么机器人本体更多的只需要负责 执行规划好的路径 并且保证自身的安全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目前工业生产中移动机器人的类型 其实是介于AGV和AMR中间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是并不刻意区分的 并不会刻意地去区分AGV还是AMR 那么刚才我们是从 那么刚才我们是从自主性的角度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移动机器人 那么从功能性的角度呢 AGV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鼎声机器人 那么这类机器人的搬运对象呢 是工厂里面的一些货架 也被称为类KEVA机器人 因为这是由KEVA公司在2012年代火起来的 那么后来呢KEVA公司也是被亚马逊收购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分检机器人 这类机器人的搬运对象是包裹 那么在京东仓库中使用的是比较多的 前几年我们在双11之后也会看到 各种科技媒体对于相关机器人的报道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无人叉车 这类机器人的搬运对象 主要是一些大重量的一些战板 主要是负责物料在垂直方向上的转运 这几年的无人叉车也是 移动机器人领域增长率最快的一个单品 那么2022年的销售增长率 也是达到了66%以上 目前也是各个厂商重点布局的方向 那么其他类型的机器人呢 根据应用场景不同 还有一些像料香 包括大型利库里面的一些 四项穿梭车等等 那么刚刚我们讲了 移动机器人已经细分成不同的形态 来适应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 那么宏观来讲呢 全球AGV的应用 其实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 仓主物流 以及新零售 那么这类场景呢 它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对于机器人的需求 规模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左上角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之前呢 AGV其实主要是用在一些重工业领域 那么在2000年 尤其是12年电商物流的发展之后呢 AGV在快递制造 以及冷链等轻工业领域 也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在人力成本越来越贵的今天呢 逐渐用机器人替代人力 也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那么移动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 我们认为还存在一些难点 首先呢就是根据上一页的胶片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机器人 移动机器人为了适应不同的场景 它的种类其实是非常繁多的 那么我们以典型的物流场景为例呢 在成千上万平米的工作场地中 我们通常需要涉及到多个厂家 多种类型的AGV同时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混合调度是比较难的 而且这种方式难以扩展和规模和复制 那么第二个难点呢 就是机器人的设备协议复杂 而且跟硬件的对接是比较困难的 目前呢AGV设备出厂的时候 大多是以单体化的形式存在的 然后不同厂商的机器人的控制协议 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 那么另外呢就是出于商业的目的 一些中端的客户 然后一般只能控制机器人的RCS 不能直接控制机器人的本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购买机器人本体的时候 一般厂家会配一个轻量化的调度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真实的业务中 我可以指定机器人到达终点 执行一个任务 但是在从起点到终点 这一段过程怎么走 其实用户是没有办法完全指定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我买了很多家厂家的机器人 这些厂家的机器人呢 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场地混跑的 因为对于A厂家的系统来讲 B厂家的机器人是无感知的 然后如果在同一个场地混跑 就会产生一些安全的影响 那么第三个点呢 就是目前设备的资源 是没有办法做到实时监控的 那么在多机系统的场景 我们需要对边缘设备的状态 包括空前资源 还有一些可用性等信息 进行实时监控 然后以便进行有效的调度决策 那么目前这种 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呢 还是缺乏高效的资源管理 然后容易造成这种数据孤导 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构建 统一的移动机器人数据接口标准 那么同时使用云营生技术 来加速机器人的接入 和数据传输过程 那么具体来讲呢 面向工业制造的云机器人平台 主要分成三个模块 分别是面向业务的应用层 面向移动机器人的 移动机器人集群的调度层 以及面向其他外设的执行层 其中应用层呢 主要是处理用户的一些订单 比如说Mass系统 然后绿色的这一块 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模块 就是这种移动机器人的那种调度系统 那么其中执行层呢 主要是跟工厂环境里面的一些外设相关 比如说如何跟电梯 或者说一些防火门交互等等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利用统一的接入协议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 不同厂商设备的混场调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用户其实只需要购买机器人硬件 即可实现统一的指挥调度 这个时候就不会再受制于硬件厂商的一些约束 那么同时呢 我们云机器人平台还会提供一系列的智能调度算法 比如说路径规划 选车和货位分配等等 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最佳实践 那么最终我们的目标呢 是形成一个生云云掌云的机器人平台 那么在标准的制定领域呢 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是行业的一个先行者 它是由深圳市机器人标准基础学会和一些 头部的机器人伙伴共同组成 那么也是在今年4月份发布了 公元应用移动机器人与其调度系统的数据接口规范 那么在这个规范中呢 也是规定了公元应用移动机器人与其调度系统的 通讯接口内容格式 然后通讯协议的结构 信息传输交互和控制等技术要求 适用于公元应用移动机器人系统相关的一些 软件设计开发和应用等 左边的这张图呢 展示了就是接口规范的一个目录 其中第一个核心的内容呢 是规定了机器人控制系统 RCS与机器人本体的双向接口模型 在这个里面 RCS是Robot Control System 它需要将地图和任务数据发送给机器人 那么机器人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需要实时的上传自身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然后我的一些传感器的数据 或者说这个订单执行到哪一步 然后便于调度系统对其进行管理 那么第二个核心的内容呢 是规定了通信接口的一些报文形式 主要是包含一些消息头 消息类型 数据体 胶烟位和消息尾等 那么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报文呢 是必须要遵守这种格式 然后不同的控制接口 只需要填充内部的数据即可 那么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呢 是规定了移动机器人的整个任务 是需要分段执行的 那么在实际的业务系统中呢 我们可能存在成百上千台机器人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道路是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存在的 而且一般情况下 机器人从起点到终点可能会比较远 如果说机器人在运动之前 就把从起点到终点 所有的路权都锁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 造成其他的机器人无路可走 进而产生一个拥堵 那么所以说接口规范也是规定 就是路权我可以分段分配 比如说右下角的这张图 其中红色的矩形呢 代表的就是机器人的位置 那么黑色的线呢 代表的就是已经分配给机器人的路权 也就是机器人一定会走的路 那么其中右下角灰色的虚线呢 代表的是预分配给机器人的路权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拥堵 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情况 机器人将要走的一些路 那么通过这种分段分配的形式呢 机器人可以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可以显著提升道路的利用率 那么除了统一的数据接口之外呢 机器人平台的第二个关键特性 就是云延生技术 那么在机器人的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说软件环境配置比较复杂 端测计算资源可能不够用 或者说云端通信的延时又比较长 以及易购传感器的数据保存和安全性等等 那么为此呢 我们在QBH社区专门构建了机器人平台 希望将数据流转起来 打通RobotDevOps全流程 那么具体来讲呢 整个云机器人平台包含RobotDev RobotAI RobotOMS RobotSim 以及RobotScale五个模块 其中RobotDev呢 是提供了一些预编译好的软件环境 以及本地化的ID和CICD的一些工具 那么AI呢这个里面主要是提供了一个 边缘协同的AI的Benchmark框架 SIM呢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提供了一些海量的那个仿真模型的资源 以及提供海量的一个计算资源 同时还提供了一些像数据生成啊 包括多智能力学习的一些工具 Scale里面呢就是包含了机器人里面的 机器人学的一些相关的算法 比如说控制规划感知等等 然后OMS呢是更最接近于机器人本体的一层 它里面提供了统一的一个接入协议 然后同时呢还提供了这种多机器人调度 以及数据存储分析等等工具 也是我们这次Talk的重点讨论的一个对象 那么在具体实现层面呢 我们是采用了端边缘的架构 其中端侧呢主要是负责数据的读取 以及机器人的基本的功能包含一些建图定位导航和控制等等 那么我们在边测呢 我们在边测呢是运行我们刚才讲的OMS服务 也就是机器人运行管理服务 然后负责设备的接入 机器人调度以及数据的存储和清洗运维等等 那么在中心测呢 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开发平台 仿真和AI训练平台 我们这个时候呢通过QBG这样的管道 就是可以将开发好的算法 直接部署到边侧和端侧 这样的话可以显著地降低 机器人开发过程中的一些开发成本和运维成本 那么在这套云机器人框架中呢 云原生技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呢就是云原生技术 它是屏蔽了底层的软件差异 我们在这里呢是基于K8S生态 按需部署编测应用 而且容器化的技术 可以降低环境的依赖 打破系统的壁垒 同时呢就是基于QBG 将物理设备抽象成数字软升 再满足了易购设备的接入和管理 其中第二个点呢 是我们实时资源监控 满足业务匹配的设备调度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是基于可靠的边缘数据同步 实时获取边缘设备的资源状态 然后映射为K8S的节点 动态的评估设备的可用性 以及负载情况 那么同时智能运位策略 满足设备实时告警和故障定位 然后依托K8S的健康检测和自愈能力 智能调节机器人的一些任务 然后可以确保业务的连续性和可用性 那么最后呢就是依托K8S的一些编排技术 按需调节机器人的技能应用生命周期 提高整体系统的性能和效率 那么右边的图呢展示了整个系统的一个实现框架 其中端边层呢是运行AgeCore 云上是运行CloudCore来启动不同的Agent 然后在具体的通讯层面呢 我们是使用了MQTT来传输数据的消息 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基于统一的这种数据接口 以及原营生技术 打造了一个柔性仓储的案例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物流自动化平台实现 产现设备的智能调度 探索无人仓储 实现混产品混设备的柔性仓储模式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挑战呢 就是它的一个生产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物品的种类是比较多 其中最重要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是刻意选择了不同厂商的设备 其实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使用了四个厂家八台设备 然后其中是选了三家不同的AGV厂商 以及一家插车的厂商 在这种八台机器人的场景 如果是只由一个固定的厂家来做 其实复杂性没有那么高 因为对于自己的系统来讲 其实机器人之间都是可感知的 然后对于不同厂商来讲 在这种统一的收集接口出现之前 这种场景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后这个图呢 展示的是我们画的一个业务地图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监控端 这个图的左上角是显示的机器人的一些状态 然后右下角呢 显示的是右边展示的是机器人的运行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插车 它旁边有一些红色的圆圈 包括前面有一个红色的矩形 其实代表的就是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 实时地对路权做一些侵占和释放 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分段分配的形式 可以提高路权的一个使用率 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在刚才的这个仓储场景中的一个 实际运行的案例 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是有多台AGV在这种密集存储的场景中 可以实现对于不同物料的这种搬运 目前我们在这个里面使用的机器人厂家 其中移动机器人厂家是海康 蓝星和散的 可以看到就是通过统一的这种数据接口标准之后呢 机器人它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白盒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调度系统来讲 我就不再区分它是哪一家的机器人 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一个集中式的调度 这个呢是 这个是在高达区 然后通过一个无人叉车和AGV混跑的一个场景 可以看到在刚才的这个场景中呢 就是AGV和叉车是在一个区域同时工作的 那么在以前如果是不同厂家机器人 没有办法混跑的情况 是需要划电胶管区的 也就是说插车需要把一个货架插下来之后 专门放到一个暂存区 然后到了暂存区之后呢 AGV再把这一个货架顶走 那么这种方案一个潜在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说我需要专门划电一个暂存区 这样的话整个场地的利用率就会比较低 而且两个机器人不能混跑 这样的话它的整体的运行效率也是比较低的 那么因此呢就是通过余缘声技术 以及统一接入协议的加持呢 我们在形成这种余缘声的AGV调度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这种AGV调度呢 就是不同厂商的机器人 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场地混跑的 如果是需要在同一个大的片区进行混跑的话 我们是必须要划定一个胶管区 也就是划了胶管区之后 如果A厂家的机器人在这个片区 那么B厂家的机器人一定不能进入 这样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搬运效率是比较低的 而且以前没有余缘声的部署方式都是本地化的 这样的话就是机器人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 它的一个运位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么通过余缘声和这个统一的接入协议之后呢 我们可以实现不同厂家机器人的统一接入 能够轻松地实现同场调度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是不需要划定胶管区域 可以显著增加机器人的一个运行效率 同时呢通过这种余缘声的方式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边缘云或者中心云上 如果机器人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 运行工程师可以先获取云上的一些日志 或者说机器人的一些传感器的数据 来做一个快速的粗定位 然后如果是一些小问题 那可以在云上做一些解决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降低一些维护的成本 那么最后呢我们想阐述一下 产业联盟或者说标准制定者 以及产业服务 也就是机器人的一些解决方案供应商 ISV和我们开源时期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标准制定者 他的职责呢是联合业内的一些伙伴 然后制定标准推广标准 然后去优化标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标准制定者的诉求 肯定是想增强这个标准的影响力 然后促进行业的发展 那么这个过程中面临的一些趋势呢 就是后面会标准制定者呢 也是希望能够把标准做得更加开放 然后鼓励一些创新的应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跟ISV也就是解决方案供应商 形成了一些联动 解决方案供应商他的职责呢 就是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 去解决客户的一些问题 那么他们的诉求呢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些具有 创新竞争力的方案 而且这个方案是可以规模化复制的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一些新的趋势呢 是ISV会关注服务的一些可持续发展 然后保持竞争力 其中ISV和标准制定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ISV是积极参与产业联盟的 建设和标准的制定工作 然后了解和引领行业的趋势 那么标准的制定者呢 依托方案落地 然后依托ISV的方案落地 也是会对于这个标准 做一些持续的优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科研师期所能做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开发维护一些科研项目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云机器 也是在QBH社区成立的一个开源的项目 然后我们是希望鼓励这个跨组织的合作 推动这个研究的创新 那么对于我们的诉求呢 也是开源项目希望能够成功 能够用到更多的项目中来产生更大的价值 然后同时保证我们项目的一些竞争力 那么我们跟标准制定者的一些关系呢 就是标准制定者他提供一个指导方针 然后给我们一些引导 那么我们开源设计呢 是对于这个标准做一个最佳实践 然后将这个标准推广给更多的用户 或者说解决发现供应商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整个talk 然后下面是我们云机器的平台 包括我们Github的一些公众号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关注一下 就是我的Qedge这个项目不是特别熟 就是我看那个除了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个云端的这个控制段 还有这个中端中间有一个是边这一段是吧 这个边这一段起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在这里边 是这样的就是在这种工厂的问题下 其实AGV我们理解为它是一个端侧的设备 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AGV它是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在端侧的设备之上 必须要有一个管理系统 或者说叫调度系统来去管理这些机器人 那么这个管理系统呢 我们可以部署在边侧 也可以部署在中心云上面 但是机器人它又是一个很特殊的端子设备 就是它对于通信的实时性 是比其他的一些需求可能会更高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采用了一个云边端 而不是一个云端的形式 所以说编在这个里面作用 它其实是为了缓解通讯的一些延时 我们相当于刻意的把调度系统 就是对于通信延时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模块 部署到边侧 然后对于一些比方说数据存储 数据回放这些 对于通信要求不高 但是对于存储要求比较高的 我们还是可以放到中心侧 OK 那这个中心侧它 就是HV它在中心侧 它是抽象成一个K8S的什么资源 是一个node吗 还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资源 对 在这个里面会抽象成一个node 抽象成一个node是吧 OK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边缘端程里面 这个延迟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对吧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数据中心 它这个延迟其实是比较低的 那在这里边 如果说这种延迟会不会带来一些 比如说不一致的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K8S是一个 最终一致性的一个设计嘛 对吧 但是我不知道映射到这种实体的物理世界 这种最终一致性会不会引入 带来一些问题 对 这个其实网络问题 对于这种机器人的应用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 一般对于这种工厂环境下 都会搭建一些特质的网络 然后工厂环境里面可能会每隔一段 每隔一段位置都会放一个专用的AP 然后确保机器人在整个厂房环境下面的一些 网络延迟的一些要求 然后我们在实际测试中呢 对于这个网络延迟的要求 一般是控制在200毫秒 对 这个是指的是端和边的通行 不是编和 不是那个编和云的 因为我们认为端和边在这个里面的通行要求是最高的 好的 还有就是机器人它本体的一些控制 其实还是放到 对于那些real time的东西 它还是放到本体的 它就是说中心控制上只是下发一个路径规划的 对 它只是做一个集中式的调度 但是最后我发的这个指令 你怎么做real time control 其实它车体本身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些板卡 就不是一个实时控制 对 不是 明白 好的 就这个图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边缘服务 一般它的复杂度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它在整个云和边各占百分之多少 它的这个服务的情况 或者工作负载的情况 或者是组件模块的一些情况 我就想问一下 就有多少放在边 这边有多少放在云 大概一个比 OK OK 我大概明白 我可以简单的这样讲一下 就是 右上角这张图吧 其实有点有点小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绿色的这一块 其实整个调度系统呢 它分成一些几个模块 其实其中像这种 像这边是这边是有一个路由模块 包括一些UI 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的数据服务 还有一些call 然后包括一些一些其他的模块 然后还包括 其实大部分模块 我们都是放到这个中信运的 只有这一个RCS 我们是放到边缘上面的 然后包括一些基础 基础数据的中转是放到边侧 其实大部分一些对于通信运用不高的东西 我们还是倾向于放在中信运上面 OK 那就是刚才提到对于实验的要求200毫秒 我感觉这个可能还比较大的一点 我看那个通信网络里面有个5G 我不知道现在实际的这个生产过程 5G和WiFi各占多大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其实我没有详细的统计过 就是一般我们在跟机器人厂商沟通的时候 就是他们出厂的时候 机器人支持的频段 一般5G频段和2.4G频段 其实都是支持的 然后我们在实际测试中发现 这种2.4G和5G频段 也基本上都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 这里的5G还是WiFi的5G 对 我还以为是手机的运动 不是 现在我们还是没有使用那种手机的那种 好 谢谢 好 我想了解一下 现在这样一个标准 在业界普及情况怎么样 因为前面云段也好编段也好 我们可以开源自己做对吧 但是做机器人的他们自己会跟吗 他们是做硬件的 对吧 做电器的 你写个软件 软件站 他可能要去用你们的软件站 对不对 所有工业标准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设备商 你给我一个标准 我跟不跟随码事情 我要跟的话 我自己的工程师去开发一个 比如说编段 应该是设备端对吧 设备端东西 你给他们提供的一些相关的API 然后他们现在对这个人 适应成了怎么样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也是我们标准推动过程中的 一个核心问题 其实这样的就是 因为这个标准本账来讲 它是5月份 4月份刚刚发布的 然后同时这个标准本身呢 其实 严格来讲 它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落地的 因为它更多的是一个指导标准 然后里面有一些字段 它是给了一些指导 但是对于 用户怎么去实现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变化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 是对于一些标准 做了一些细化 同时我们 也是希望能够在 AGV产业联盟推的 这个1.0的标准之上呢 也是希望能够 联合一些业绩的伙伴 来去推这个2.0 这个2.0呢 就是可以 是一个可以直接落地的标准 这是一个标准演化的过程 然后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企业客户会不会跟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可能回答的不是太好 但是我尝试回答一下 就是这个里面肯定有 很多商业的因素在里面 不是我们说开源社区 一个组织能去搞定的 就是说开源社区在这个里面的作用呢 我们只是说去跟标准的制定者 去做一个最佳实践 然后去扩大这个行业的影响力 那么这个标准的推动 最后会不会由一些机器人厂商来跟 我觉得一个可行的方案是这样的 就是说需要有一些业界比较规模 规模比较大 同时是用机器人的一些公司 就比如说像宁德时代比亚迪这种 因为它是作为一个中端的客户 它不是说它不是机器人制造商 因为如果你由一个机器人制造商 然后我去推这个标准 那行业里面的老二老三肯定是不跟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是说会产生一些商业的竞争 那么我认为如果是由一些中端的客户 或者说几家中端的客户 达成了一些共识 然后我们比方说我们三家 我们五家就想推这个标准 那么如果机器人厂商需要进入我的生态圈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会适配我的标准 如果说有行业里面已经有个十家左右 都适配的差不多 那么后面再入局的也会去慢慢的适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标准本身 其实现在我们适配的确实还不是太多 大概也就三五家 现在 你刚才说标准 这个是以谁的名义发的标准 是一个倡议 对吧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标准呢 它是由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 然后发布的 其中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呢 它的背后的组织是 那个深圳市机器人标准技术检测学会 然后AGV产业联盟呢 直白来讲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媒体机构 然后它是负责去跟产业的一些伙伴 做一些媒体上的联络 它是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 国家成立的 国家成立的一个法人的一个标准的组织 所以说背后 其实它是有一个深圳市机器人标准技术检测学会 那这个学会呢 其实它是国家成立的一个法人的组织 所以说前面是媒体 后面是组织 然后两个联合推的这个标准 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没有产业界 其实有产业界的 然后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一些 它的这个里面就是整个AGV产业联盟里面 包括它的理事长单位就是新松 然后这个标准里面 其实很多主流的机器人产业家 都参与到这个标准的制定过程 新松支持这个吗 因为我想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要想想这个标准能真正落地对吧 两个一个是你说的我那个终端用户有话语权 对 我这个标准你必须这么做 对 还有一种就是我的机器人厂商 我自己 我省事 你有一个标准我拿过来直接装生 我就可以用了这个软件 对对对 我把硬件做好 然后存不出好 我就可以省了一些开发费用 对不对 我直接装生可以用 是这样吧 所以这个要么就是像你前面讲的 那些很有一定的时代 它的那个采购量也大 它可以说我以后要机器人 你必须要这个标准 因为我前面装了QV AG 对对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有几个大一点的AGV的厂商 所以从此以后我的就是一个标准了 我机器人都这么方式去跟人家适配 对吧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标准就是有谁的参与 如果这两个不参与的话 那个东西怎么是参与了 这个标准本身呢其实是由欣松牵头的 所以说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欣松知不支持 我觉得这个问题回答应该是既支持又不支持 为什么要支持呢 是因为这个标准已经是 这个标准是一个指导思想 其实这个指导思想呢 就是从欣松可执行的标准里面抽象出来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支持的 不支持呢就是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指导思想了 还没有办法直接又变成不能落地的了 然后每个厂家在去细化的时候 又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没有一个可以拿来直接 假如说在GV厂商 我就直接把这个代码拿过来 装上就可以用的 现在还没有 所以说我们开源社区就是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之上 我们搞了一个可以用的 但是你们现在主要是在云段 在边段对不对 没有在机器人上 对吧 其实需要一个我是做机器人的 我不想养一个软件团队 对吧 有个开源的一个软件 拿过来我直接装上就可以 你给我一个硬件的spec 您那意思是在端测 然后再加一个proxy或者转换的模块 是吗 我就是说我如果做硬件 我如果卖机器人 肯定是卖硬件的 对不对 然后你又说我现在要 必须要给你的一个系统 里面一个系统要打通 传输数据 把控制 最好的办法是我根本就不一样 我不写 我直接标准那个软件 拿过来自己装上就可以用 对吧 这是开源给的 但是我发现你们开源 现在感觉是云端里面在做 对吧 那个Edge端 你也没做得可以 但真的后面device这一端 才是真正最需要的 对吧 对对对 如果我自己养一帮人 比如说我自己养一帮软件工程师 去开发我这个Edge的开发 他们随便肯定差很多 他肯定不可能 该不夭准的问题 我写一个能用就行 对对对 对吧 一般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有一个标准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 就会产生百花齐放 因为如果我是Edge的 我没有意义 废得去跟一个 没有任何意义的标准 因为我照不到更好的人 我那是工业界 又不是IT界 对吧 他直接会写了 你就行 他能够把我的机器人驱动起来 能动就行 如果你要说要搞一些 更高复杂的 比如说一个拼量的控制这些东西 对我Edge的一个工业商来说 我也不保证 我一次能卖一百台 一百台给一个厂家 对吧 可能就是我一百台 卖给五十个厂家 七十个厂家 我控不控制其实跟我没关系 对吧 除非你这个软件给我 直接装上去就行 对对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就是说一般端凑的 这个协议的这个接口 其实作为我们开源社区 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了 因为这个东西 它跟每个厂商的硬件 这个关联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 我们只是说能做的 就是说在边侧上 去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上行接口 但是在端侧这一块 还是需要联合行业的一些伙伴 甚至说头部的一些客户 去共同打造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后面呢 我们也是会根据您的建议 然后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端侧上 如何把这个流程 在端和边上把它给打动 因为我们认为 在这个机器人应用里面 云起到的作用 其实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反而是边和端 在这个过程中的意义是更大的 我是一个建议 应该在设备那段 更标准化一点 至少给它一个reference design 一个标准的硬件是什么样 标准的软件 比如操作系统是什么样 找一个树莓也可以 一个标准的东西 让那个AGV的厂商觉得说 我按你的标准去采购电器设备 采购那个控制器 然后把这个软件放上去 我就可以用 这个可能才是 真正标准能落地的 可能性 它偏差一下就是没有 我刚刚告诉你 不再解决有什么问题 LOS LOS对一个AGV的厂商来说 太高级了 它是属于IT不属于RT 对吧 你应该给它更多些 LOS它是一个开发平台 你应该给它一个类似于Windows的东西 对吧 它拿个光一烧 可以 我就可以卖上去 有 现在有 那其实有 对 Windows用这个东西 我的意思是他们太远 他们应该提供这个东西 现在发布了M7的标准的底层的 以路平台 软件之后的电话 什么都不用 我估计 我们的EAGV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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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太好 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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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他们这个问题 能够得过来的 不错 我们的EAGV 如果公众会 你看一下 今年 我们也是公国会 网林公国会的话 机器人也有 今年你可以看到整个的 家家户都在转 而且男生真的机器人 可以大圈放的 所以这些都是 我估计他们的规模也会很大 但是如果养活这些 他们自己可以养到一块人 寄起他们的软件 来给你公布 他自己这个人不养人 或者就是 他有无所谓的标准的标准 你要想让他们编这个标准 很大原因是说 我已经完全用了点 你拿过我一刷就选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移动机器人还是处于一个 就是快速增长的阶段 就是大家在 初放式发展的阶段的时候 不会去尝试去做自我约束 然后等到就是发展到一个鸿海阶段的 那我可能进行厂家再来去搞这个 这就是机会 如果你先错过了 他们自己找到一个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对 对对对对 一般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 一般都是这样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去 入局这个行业的一个 对时间点 还有其他问题吗 大家看一下 行 主持人要不我们今天上午先到这 好的 好谢谢大家 对对对 对对对